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说我们接下来就是一幅函数的应用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假如呢 假如我今天这个每日销售是不是有今天对不对 今天要是空白的话 其实我显示出来这个昨天销售是没有意义的 对不对 因为这根本就不用去做一个比较 请问这一天要不要去做比较 这一天要不要去做比较 不用嘛 所以这边就会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如果 请问一下这个条件怎么写 就算我们不会写 我们都可以把几个重要规则显示出来 举例来说 这个数值 这个数值 如果是零的话 所以 昨天的销售 就是不用算的 用空白 请你不要补一个零 你补零的话不好 你干脆用空白会比较好 那空白它是不计算的 接下来呢 请问一下 因为 因为 就是说 这一天空白它会影响到这一格 也会影响到这个的下一格 同意 同意吧 所以 请你们想一下 怎么写 我们先不写 我们再来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假设我们今天呢 我想要去算那个绿 绿 知道吗 因为我们要比较 我们就来算一下 例如说 每日的一个销售 每日的销售 跟什么 昨天的销售来做比较 其实简单的说就是 这一期跟什么 前一期的比较 那看你是要用什么 看你是用相减的方式 还是相除的方式 相减是不是可以算出差的值 决定来说 好了 如果是用相除的话 我们算出它的率 好 那我会觉得说 看你要用那个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用绿栏去做呈现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很单纯的就是 你应该不会只是用例如说 今天跟昨天这个直接相除 应该是什么减什么 好了 我还是把这个策略跟想法告诉你 那我现在呢 我要做什么事情 我只是为了要去做那个 比较嘛 好 所以我就算出来 就是说 那个今天的这个 等于是说 销售率 销售率 还是上升还是下降 好 那 我们来去看一下 就是销售率的一个比较 比较销售率 比较销售率 那我当是用什么 我的比较基准点是什么 今天销售 对不起 应该就是 我的这个叫做 我的这个叫做 请字号 每日销售额 跟什么 跟有一个叫做 昨天的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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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销售额 是今天销昨天还是昨天销今天 一定是今天销昨天 没有人在写昨天销今天 可以了解吧 这我想 初期的时候 我们已经解释过 今天我们不解释了 所以就是今天 固制 销什么 销这个昨天 挖壶厨额 基准是什么 基准是今天还是昨天 基准是今天还是昨天 我们当时 因为我们要比较这个销售率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基准 这个基准应该就是 以昨天那个日期 来去算说 我们到底比他 多多少或是减多少 所以这边放的是昨天 所以请问你 哪一个日期 哪一个销售 哪一个销售绝对不能为零 那就是昨天 所以我们的比较销售率 就是这一个公式 好 那因为这个公式里面很单纯告诉我们说 昨天不能为零 对不对 那或者是简单的来说 如果这个 就是更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这里面其中有一个是零的话 我干脆就不算了 对不对 因为如果这个每日的销售率 我刚刚是不是有讲 这个不能为零 这个不能为零吗 对不对 这个也为零的话 算出来也没有意义 只要这两个数值 哪一个是零 我都不计算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想法 所以等一下我们再写那个意思 怎么做 好 所以这个公式应该没有问题 记住 我习惯就是这个前面放一个百分比 好了 那怎么做 所以这边我是不是要再去 针对这个资料分析里面 新增一个资料量 这个前面加一个百分比 百分比 就是销售的一个比较率 一个比较 好 所以呢 这是不是等于说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是直接把那个栏位名称 呈现出来 对不对 好 那当然最好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 最好一个方式应该就是把这个资料分析的 资料表名称也加上去 这边就是资料分析的哪一天 所以你输入比我写的快多了 对不对 那位先生 16号先生 对不对 你们打字一定比我写的快太多了 因为你只要说一撇 接下来就是早了 好 这个是每日的销售 然后接下来这个要 删掉 好 然后直接按一下Enter键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勾这个百分比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来这个值 可是你应该要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是很讨厌的数值 好 这个是我们不希望呈现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等一下是不是要用一个衣服来去做一个呈现 就是说 假如这个数值是等于0 或者是这个数值是等于0的时候 我就放0 否则我就放这一个工资来做计算 好了 请你们先动手算这个比较销售率 因为这个虽然看是基准 看是简单 但是有时候可能会让你还不会算